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就是回顾 德国哲学家亚斯培说过 一所真正的大学 必须包括三个部分 一是学术性的教学 二是科学的研究 三是创造性的文化生活 亚洲大学创办初中 便是以办一所独特 并迈向国际化的 综合大学为宗旨 连续九年荣获教育部 评选为教学卓越大学 2014泰晤士金砖五国 即新兴经济体国家大学排名 全球百大第53名 全台第十名 即创校未满五十年 全球百大潜力大学 台湾仅四校入榜 亚洲大学名列其中 半学机优 有目共睹 西元2000年 我和另外一位创办人 林振连先生 决定创办一首 具人文义士士雅 国际遗留的大学 世界有名的大学 都有好的女士 我们特别是要求 日本的安藤宗雄先生 来帮我们设计 我们相信这栋名是未来一定可以发展 成为世界一流大学的模式 亚洲大学办校的一个理念 就是美学教育 品德教育 以及社会服务 以及创新教育 亚洲大学着重营造艺术校园 及文化氛围 处邀请十二位诺贝尔大师 分享成功经验 2007年 更礼聘安藤忠雄先生 设计亚洲现代美术馆 希望打造学校更多元 优质风格的艺术环境 让国内外艺术品 有一个世界级的展览空间 与一个艺术家交流的平台 也为亚洲大学 引领台湾文化创意产学合作的原景 奠定基础 与美术家交流的平台 安滕先生以环境 建筑 人 三者平衡的三角形艺术馆设计理念 打造台湾第一座 由普里茲克奖建筑大师 亲自为大学设计的美术馆 也是全世界大学校园中 第一座安滕美术馆 在触目所及所看到的 都能够为你的美感上的探索 增加许多的乐趣 能够激发出你许多自我的想象力 希望下一次 可以在亚洲大学现代美术馆 再度看到你的律令 亚洲大学致力于美学教育 美术馆的成立不仅是我们亚大师生的骄傲 也是我们台中在地人的荣耀 更是我们台湾在台中一个国际的地标 各位贵宾 各位亚大的师生 以及我们各位艺文界的爱好者 欢迎来到我们今日 无极知美赵无极回顾展的座谈会 我们今天可以说是 艺文界的一大盛事 亚大美术馆隆重推出华裔法国籍抽象大师赵无极回顾展 这次的回顾展可以说是我们亚洲区等了将近30年 一次大规模的作品回顾 建议缅怀赵无极大师在艺术史上的贡献 我们今日座谈会的梦幻组合 由我们亚洲大学陈文健蒋座教授主持 两位与谈人分别为远大而来的赵无极夫人 同时也是我们赵无极基金会主席 以及我们本次展览灵魂人物马维健董事 那我们首先有请陈文健 蒋座教授来为我们今天的座谈 做一个引言介绍 陈文健教授有请 谢谢各位贵宾 还有我们一些贵宾陆陆续续进来 听说还有人被塞在highway上 我想我们先来一个简单的briefing 因为待会儿是一个很深入的 一个是从1997年就跟赵无极成为莫尼指教的 一个是跟他人生经历了三十多年的生命 最终是他最重要的 不只是生活之际 而且是艺术的最重要的伴侣 那在和他们谈话之前 我们在他们上台之前 你们可能把麦克风要先调好 或者待会儿状况都会是这样 那待会儿我就站这里好了 说的麦克风靠近了就会打架 这幅画是有一点失去颜色的 它原来slide是 这应该是赵无极特别送给赵夫人的 向Francois致敬的下一幅 这是他孩童的时期 1920年杭州时期 这应该是下面注解有一点出入 赵无极出生在当时叫北平的地方 那赵无极呢 我看到一个赵无极收藏者叫赵好康 可是你跟他没什么关系 赵好康有一只狗 他的爱狗名字就叫赵无极 不要告诉他太太 然后他其实出生在北京 这个赵是宋代皇帝赵匡颖的第二个儿子 他是他的先祖 所以他们是宋代时候的皇宫贵族 最终到了他祖父时代的时候 他们是住在南通 为什么是南通 你很难想象 大家会觉得是北平 为什么会是 过来应该是上海或是杭州 他后来是念杭州美院 可是他的杭州美院呢 actually是在重庆读的 当时叫杭州义专 那后来才回到 变成现在叫中国美院 那他在这个南通那个地方 其实很有道理 中国历史呢 在1895年的时候 是中国最重要的一年 那一年呢 中国被日本打败 那中国是一个奇怪的一个国家 这个国家呢 被好多人打败 他被洋鬼子打败 先被英国人打败 被法国人打败 被各种人打败 直到还被日本 他们认为这个小倭寇 怎么可以把我们打败 这个国家才开始反省 所以一个国家要开始反省 要很长的时间呢 那接着呢 到1895年的时刻 为什么我讲这段历史呢 因为1895年的时候 在中国的时候 所有的人为之争斗 这个国家呢 几乎很多人都做出了改变 我想赵家也是在那个时刻 去了南通 而那个时候最重要 有一个人物叫做张简 张简呢 是中国第一家上市公司 第一个发行股票的人 他那个时候 他是南通人 他的梦呢 就是在南通开始实践 所以你如果现在到南通去 有一个园区叫1895 他呢就是甲午战败的这一年 台风院长好 然后在了这个张简的倡导之下 非常多追求中国现代化梦的人 都到了南通那里去 那从南通那个地方呢 他离上海 现在开车 经过崇明岛 经过这个大桥呢 到上海大概是 现在是两个小时左右 那那个时候南通很重要 你就可以想象长江 跟东海的这个交汇空 所以它是一个 在上海这个城市 还没有崛起的时候 在1895年 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城市 那南通作为那个时候 整个中国工业化 跟现代化的大城 然后有了第一张股票 第一个上市公司 它主要后来就在上海 一边发展 所以赵无极的爸爸 跟他的祖父 当时他们谈认他是银行家 就是跟着张简这一波过来的 那张简原来是在清朝做官 那那个时候的衣服啊 都是蓝染的 然后一下雨就会全部颜色都会流下来 它是粘不住的 那他们那个时候就看到清朝的腐败 其中现象之一就是有一天 这个考上状元的人呢 在清朝做官 他在地上跪 跪了一整天 这是我访问这个张简的祖孙辈 所以是第一手的口述历史啊 他访问 我们访问他 他就说他的祖爷爷呢 就跪在地上 从早上跪到下午 跪了脚都麻了 然后最终呢 慈禧终于来了 看也不看他们一眼 就进去潮了一头 然后在那个过程中下了大雨 所有的蓝染的地上都是蓝色 那一刻他知道这个国家没有旧了 只有工业化跟现代化可以救出 所以他就罢官 就辞官就回了南通 所以为什么他们那一批 那时候有一大批人 然后现在我们说香港恒生指数 那前身就是香港恒生银行 恒生银行的前身就在南通这个地方 而他的父亲辈就是恒生银行的偶事之一 这就是他的家族 那他家族的富裕呢 对他很重要 因为这使得他人生呢 后来可以不只是说去重庆干什么的 他在1948年的时候 他很想学画 那当时在那个时候 不管是在重庆的年代 或是到了杭州 他看到了像Live或是Vogue这些杂志 或是明信片的时候 那包括他碰到了一个法国人来的艺术老师 都告诉他你一定要去巴黎 而那时候的中国人很穷 可是他的父亲为了完成他的愿望 给了他三万美金 那时候三万美金可以买北京 非常多的胡同 所以他可以有这笔钱 这笔钱又使他到了法国去了以后呢 他还可以变成一个疯狂旅行家 他可以看所有的museum 不用烦恼 不用去打工 可以看所有的museum之外 他还可以到意大利 到很多威尼斯 到Toskana 到好多西班牙 都偷偷地去旅游 非常渴望地吸收西方的城市 西方所有各种的美术方面的绘画方面的看法 从此就完全解放了赵无极 所以我刚刚特别提到他的这些家庭的背景 那也他逃离了 使他逃离了1949年以后的战争的处境 那他的家人呢没有逃出来 一直留在杭州 一直到1972年的时候 他家人过时他才特别回去 好 我们再看下一个 那这个是 这个应该是指当时他看到的一些明星 你再下一个 我们快一点好吗 OK 这是他的第一幅 非常这次展览的第一幅画 编号No.1 这大概是因为赵无极那个时代呢 到底是生于哪一年不知道 不过按照马文剑董事长的说法呢 那个年代的人呢要不然就是 主要是记得是阳年还是什么年 那他是在阳年出生的 那如果是阳年的话 应该是在1920 不过他的passport呢 也可能是1919 那passport上又写1920 有时候又写1921 所以连他自己哪一年出生 他也搞不清楚 但是妈妈记得应该比较清楚 他就是属羊的 那这个是差不多他14 15岁的时候 那就是很有赛尚的风格 所以你会前面看到 在那个时刻他的画作就已经很好 可是大概就是受到三个人的印象 赛尚 Martisse Picasso 下一张 哇 最近可以看出来是Picasso 下一张 这也非常Picasso 再下一张 这非常Martisse 再下一张 这也非常Martisse 那Martisse对他很大的一个影响是什么 Picasso对他很大的影响是什么 Picasso一生是不断地突破自己的画作 所以赵无忌曾经谈到 对他来讲 画作本身是没有限制 所以他到晚年的时候 他说我再也不用油画 那他为什么不用油画 不是他觉得油画不好 他只觉得不管是什么 原来的画有多么好 最重要的就是 他要不断不断地突破他自己 他对他自己的不断突破其实使他成为赵无忌 也使他自己可以不要被归类成他叫做东方 还是他归类到西方 或是东方跟西方一定要做什么结合 No you don't have to 他可以完全解放 然后beyond that OK 再下一个 那这也是大概受到那个时代的影响 再下一张 当时的生活照 这出国前 好 再下一张 这也是出国前 再下一张 我们这样子会浪费很多时间 走快一点 OK 这个是 好 继续 继续 就是大家送行他了 在上海到巴黎 这是他在巴黎开始的第一张画 这张画跟前面几张 你可以看得出来一个很大的差别 就是you cannot track 你已经看不出来他叫Picasso 或是Martis 或是什么东西 然后他开始有一点点会抓一个意象 可是又好像在具象跟意象中间做一个结合 那他是林峰眠的学生 所以林峰眠学生的最大特质 你们应该记得吴冠仲 就是他很会使用白 好 那赵武吉也是在下一张 OK 那你会觉得 哇 这很像 把Vengo的东西变成更抽象一点点 再下来 那这个是赵武吉 已经到了巴黎之后的几个作品 你就可以看到他开始的画风的改变 这是画圣心堂下一张 OK 这是他的素描 下一张 OK 素描 再下一张 那么他曾经参加一个素描的比赛 这马文艺东厂告诉我 就是他刚到法国去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他就很优秀 那他还不会发文 那所以你们现在现场如果有一些人 你们觉得你要去法国会去哪里 你不会那个语言 其实赵武吉就是三万美金是有的 其他语言都没有 然后他就去那个地方 到了那个地方就看人家 有一个裸女在台上 下面有很多画家就参加素描比赛 他就被他的朋友就抓进去了 抓进去以后他就素描完了 然后人家喊他得了第一名 人家喊他的名字 赵武吉他还不知道叫的是他 因为武吉听起来实在不像赵武吉 OK 再下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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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都是他素描时期的 再下一张 OK 那么再下一张 米罗 再下一张 OK 这个是克力时期的 就是1949 你可以看到他的画风跳得多快 1948 他到了法国 那我们刚刚看了好几张的巴黎的图呢 就开始有改变 到了1949的时候 克力对他的影响非常的大 那克力的特质就是他喜欢东方 所以他喜欢东方的线条 而他是来自东方的人 他就觉得原来东方的线条是这么美 结果他就是完全另外一个方向 用线条去创造一个 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克力时期的话 下一个 再下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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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不对 这个档案有点不对 这下一个 这下一个 你确定你现在放的档案是我们展览的作品 OK 再下一个 OK 这个是他的 有很多作品是给你们欣赏 这次没有展览 只是他可能应该是跟他的 三任妻子 这个可能是第一任的妻子 这样 那他妻子还没上台 我还可以讲这个小话 I don't translate to her 这样的 OK 这个是他的第一任妻子 那马维建董事长 对法国有种幻想 男人都这样 OK 然后他就想说 哇 你有三任妻子 赵老师 你一定是很浪漫的男人 他就很生气 就说什么 我带我老婆来 他去学声乐 他就爱上那个声音老师 他跟人家跑了 他给我戴绿帽什么 叫做我很浪漫 这样的 OK 再下一张 OK 再下一张 再下一张 这不是 这也不是 再下一张 这是克里时期了 这些作品都是克里时期的 那克里时期里头 就是说对他来讲 线条是什么 他看到克里呢 他抓到了东方的符号 他自己呢 觉得东方符号里头 包括了甲骨文 后来他太过度地 强调甲骨文 他也不是把甲骨文的符号 拿来画图 而是甲骨文给了他一个启发 文字 不是只有在传达 那个他背后所代表的 我 你 他 或者是 我爱你 我恨你 不是这个意思 文字本身 它本身就是 书法本身就是一个艺术 所以那个东西 作为一个书法 或是文字本身呢 它本身就给了它一个概念 其实中国的文字 早从一开始 就是一个线条 它就是一个书法 而赵武锦很重要 是小时候跟他的祖父学书法 他们家里每一年拜天宫 两个祖传家宝之一 有一个就是米服的书法 所以书法对他很重要 所以对他来讲 是书法本身是艺术 他不是一个书法本身而已 所以所谓 大家一直强调他的甲骨文里头 其实他很重要 是从甲骨文里头得到一个概念 这个概念不是甲骨文本身 而是他作为一个concept来说 告诉他说 其实所有我们所想象中的文字 或是很具象的东西 它背后 其实就是一种概念 下一张 我就开始进入他的抽象派的抒情时代 再下一张 也是大家最熟悉他的画作时代 在下面 我们快一点 因为我们时间快到 很快给大家看一下 再下一个抒情 抒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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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抽象画 等一下刚刚那张是他的第二个老婆 再回来是一个明星 很漂亮 再他第二个老婆 还去香港 是一个明星 但是也是一个很不错的画家 他死的时候他的遗嘱是说 他要把他的这个美情 就是他的第二人妻子的硕像 放在他的墓地里面 再来下一个 这个是他另外一个时期的作品 再下一张 再快点 再下一张 再下过来 过来 再过来 他们几乎 这是这次的主题展 这个画作当然很困难 这是这次最重要的一幅画 因为他很少使用红色 毛剑董长曾经问过他 他说法是用红色不好调 你搞不好就变成大门的棋 下一个 然后再下一个 狂草时期 他的狂草时期大概就是这些绘画 这个狂草时期受到怀素很大的影响 但是当然米服这些东西 都是对他非常重要的作品 然后他喜欢管所有的博物馆 那赵武吉后来最重要的 我们在市场上看到最多的画作 大概都是这种抒情抽象 或者是开始进入动作派时期 再下一个 再下一张 快点 因为我们时间快到了 然后这里的结构开始 前面一张 前面一张 这里的结构开始 再往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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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结构开始乱了 就是说 不是乱了 就是他的结构不再是挤出在中间 是往旁 对他来讲 他还要让他再结构一次 所以赵武吉的风格再变了 再下一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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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这个就是 Francois 他写了一个关于赵武吉的传记 然后后来成为他的夫人 我们待会要访问的 Badangja 再下一个 然后这个就是他后面的很多作品 那他其实个子并不高 但他非常多的作品 其实很有力气 然后有一次他回来台北展览 他第一次回来台北展览是 1983 后来就1993 然后在1983那次碰到了张大千 你看到张大千的颜色 他最好的另外一个朋友是北宇明这样子 然后他一时候有很多好朋友 所以他画了很多画 当一个朋友 他可能向什么人致敬三连品的 大概都是送给他的好朋友 他没有仇人 他经历过1949 他看过法国的1968 他看过二次世界大战 他是一个没有恨 而且远离政治的艺术家 那这是马维健 跟他老年的时候 两个人是莫尼之家 在最后 然后这个不是 这个就是他像Claudie 等一下刚才那幅听 这个是非常重要一个展览 叫做这次的展品 他这次展品有两张 待会儿一看 一个是向杜甫致敬 一个是向Claudie Monet致敬 然后再下一张 OK 再下一张 这三连品 这个是像他的好朋友 Harry Millers 一开始他一到法国巴黎以后 马上就欣赏他的诗人 所以最喜欢他的巴黎 一刚开始都是诗人 然后也把他的诗很有名的作品配上他的画 他特别像他致敬的三连品 下面一个 这个是向他的妻子 我这样找 待会儿我们要访问得到 最后到最晚年的时刻 他又回到好像巨像 这是蓝花 而且这个时刻他丢掉了油画 全部都是水墨跟水彩 他就是要突破 再下一幅 这一幅非常像黄公旺的抽象画 再下一幅 那就是赵无极的晚年的背影 好 我们在晚年背影里头 我们欢迎下面两位来宾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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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会用中文讲话 然后我请了我的好朋友 从法国高等行政学院回来 也学了艺术史的王亚伦在这里 所以我们今天是总统级的翻译 要感谢大家 我想请问的 第一个问题 我先请毛玉坚 董事长您先谈好了 那您先opening 然后待会我们再来继续我们的访问 为什么你这一次会选择在亚大 安藤忠雄的美术馆进行驿站 为时大概已经隔了好几年 这么大的一场展览 谢谢 谢谢文健姐 跟现场所有的贵宾 大家午安 因为赵老师好多年 都没有在台湾有一个重要的展览 那么去年夫人有机会到台湾来 所以我就特别请夫人 能够拨戎到亚大来 看一下亚大这个美术馆的环境 我个人过去来参观的时候 我觉得我非常的印象深刻 这个安藤忠雄先生的设计 而且再加上赵老师的很多的话 要在自然的光底下观赏 所以跟安藤先生的设计是不稳而合 所以我请夫人来亚大参观 夫人对亚大美术馆的印象 还有亚大所有的工作同仁的专业 夫人都非常的impress 所以很谢谢夫人能够首肯 这次答应在亚大做赵乌吉先生的大型的回顾展 那么这次我个人认为 因为这次展览 赵夫人自己 还有赵乌吉先生的基金会的执行长 Yan 还有亚大这边美术馆的同仁们 大家一起来选这个展览的展品 我觉得这次展览有很多的特色 其中包括赵老师画的第一张画 1935年的这个静悟 夫人这边愿意借出来 给亚大这边展览 那么还有包括赵老师 2008年画的最后一张作品 也出来展览了 那么中间有几张作品是 夫人这边从来没有借展过 第一次离开夫人手边 到海外来做展览 那么我觉得都是 对台湾的观众赵乌吉的喜爱者 都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观赏的经验 那么我个人对赵乌吉老师 充满了怀念 也充满了感恩 那么我记得赵老师在临走的前一天 我接到夫人打电话 直接到我的手机来 我吓了一跳 夫人会打到我手机 那么夫人跟我讲了一句话 夫人说 Victor因为你是我们家的好朋友 我希望你得到赵乌吉要过世的消息 不是你看到报纸上 而是我亲口告诉你这个消息 我在跟你讲完这段话之后 我可能就要进乌吉的病房里面 把乌吉的维生器给拔掉 那么我非常感恩夫人在那个时间点 这个跟赵老师要生离死别的时间点 夫人还记得我这个朋友 然后记得给我播这通电话 不要我明天看到报纸 看到赵乌吉老师离世的消息 我充满了感恩 是 谢谢毛鲜董事长 其实这次的画作里头有一些是 由Madame Zhao特别拿出来的 那有很多是毛鲜董事长长年的收藏 还有一些从瑞士 从各个地方不同界来 它很特别 这个展览完毕之后 下一站是回到法国去展览 那我想我们大家给两位贵宾 赵乌吉夫人 还有毛鲜董事长 一个很特别的掌声 让我们有这么好的机会 因为这太困难了 因为我们比赵乌吉一生 可能对他来讲 第二个家乡的法国 还更早看到一个这么完整的人的 一生的展览 那赵乌吉的人生呢 对于学化的人 跟不学化的人其实都有一些重要的影响 所以我下面的对谈 我想把它有一点超越艺术本身 因为我并不是真正学那么好的艺术的人 那如果是的话 应该是找其他艺术史的人特别来谈 那我看到有一段画 这是赵乌吉最后画了一个三连品 你们会在这个展览上看到 是绿色的三连品 红色的是送给他的夫人的 这是他一生的一到巴黎去以后 最重要的自己叫亨利米修 他曾经对赵乌吉所做了一个评价 赵乌吉以自己的方式 玩出另一种墨色的新花样 在一个更加纯净且完整的国度中 他挣脱前辈们所受的束缚 也突破自己以往的画作 积月 并发 以及流动 在这个国度中 天 地 人 合而为一 并贯注进生命之中 在水墨的应用之外 可以看见画面上留有宣纸的白 意料之外的白色是一季 木骨尘中让我们想起 不论身在何方 这样的一种空在宇宙调和中 不可或缺 这是我特别想请 Madame赵赵夫人 大家看到亨利米修如此地叙述 赵乌吉的画作 尤其他个人是从 赵乌吉的传记写起 他本人身上其实是拥有 可以当美术馆策展 馆长的 这样的一个证书的人 他怎么样看待亨利米修 如此地描述赵乌吉 也就是说这个人 他既不是东方也不是西望方 他到一个程度 已经把自己放到一个空 而且完全解放的一个意涵 他从临方封面那里学到了 他已经变成一个很好的画家 可是到了巴黎 他不是学习巴黎的任何另外一个人了 巴黎给他的最大的启发是 我可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都打掉 然后重来 然后我请他谈一下 他怎么看赵乌吉 如何做到这一点 这对任何人都非常地难 也使赵乌吉成为华人之光 特别请这么当着 我想要先向各位介绍 我先要先向大家介绍 大家刚才看到的这两位呢 是明年五月在巴黎现代美术馆 将要做一个赵兹先生特展的两位特展人 他们今天特别到台中来 他们特别从巴黎飞过来参加今天这个展览的开幕 所以非常欢迎他们 感谢大家 我也特别要感谢 这位女士特展人也特别敢来 然后她不但在纽约特展 她也在她的美英州 Water City 她中文讲得非常流利 然后我还要跟大家介绍 因为我的朋友 她正在韩国旅行 然后她打电话给我 她说我马上就到 所以她今天就赶到了 这些都是特别为了这个展来 来到台中 然后还有我们基金会的财务长 Madame Muriel Suter 她也是特别从日内瓦来的 还有呢我们这个很年轻的好朋友 这个德威尔潘先生 他特别从香港飞过来的 这位是非常难以为 很难以为 我承试的则 非常快的 上了 我会想到的 我会想到的 他在军事上 他工作的 已经两个年 他有一个 的观点 的观点 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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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专专业 专专专专业 专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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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所以,这中国人在文字幕上,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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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文字幕上。 上面 Teachers, 遇了李百 counts avana're大小石 明 兹童是咆哽 既是� effectively的 buckande 明 bra Eh bien 竟然越聚、中华 中年亭 但先生 says 我的相 стол 。 和他們的大師 在政术 中 遇荒 而是她的創作,她的創作,她的創作, 她的理解,她的解釋她的創作 所以,我会很难说,女士, 我会说的作品,女士, 我会问她的創作, 因为我会有很多时间, 也可能会有点多的问题, 可能会有些人来说, 这些人的艺术来说, 也许是一分钟, 要是否有的一天, 要是有的一天, 欣賞大家的一天, 提醒大家最多的一天, 來的一天, 就能夠來做的話? 是否有一個一天, 是否有兩天, 她們有兩天, 是否有兩天, 我剛才就不講這麼多, 她們就被錯了, 她們太多了, 她們說得很好, 她們想要來回答, 她們會先來回答, 我剛才就不講那麼多,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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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est difficile de parler en quelques mots de Zawouki Françoise Marquet vous l'a dit et je crois que ce que nous attendons vraiment c'est de voir cette exposition ici qui nous fera comprendre toute la diversité de son travail si je peux en quelques mots essayer d'exprimer ce que je vois dans cette oeuvre ce que Eric Verhagen qui est ici et avec qui nous concevons ce projet ensemble nous avons essayé d'imaginer une exposition qui soit non pas rétrospective comme celle que vous allez voir mais fondée sur essentiellement des grands formats de choses très importantes dans le travail de Zawouki pour lui il y a comme une façon d'exprimer l'espace et je crois que nous allons voir dans cette exposition comment au fond ce qui se montre c'est vraiment l'espace la façon dont l'oeuvre se détache, s'envole vers d'autres horizons mais je crois que Françoise, je crois que mes paroles ne sont que peu par rapport à l'oeuvre et que nous avons besoin surtout de voir peut-être que c'est votre nom MBlue semblant achouin 因为既然大家都这么客氣来客气去 我就直接问他 他可以比较回答 我很好奇的是赵仔 人个子这么小 可是他的画 我看到是放在地上的 然后他每一幅画的那个力量都非常大的 非常powerful 他为什么是一个在绘画里头 有这么可以绘画出来的现象 就是这么有力量的一个人 alors d'abord une chose qu'il faut savoir c'est que Zauvuki était un grand sportif il adorait le sport il savait il jouait au tennis il jouait au tennis quatre fois par semaine il aimait conduire les voitures très vite c'est un grand amateur de Porsche et c'était un homme qui Porsche et c'était un homme qui avait énormément d'énergie intérieure he's a wild lover too pardon alors ça, ça fait partie du domaine très personnel dont je ne parle à personne excusez-moi mais ça c'est rideau on dit en français interdit il wisely je suis parfait c'est un homme qui parle d'argent dis quiere dire c'est un homme qui parle d'argent très simple c'est no c'est bon c'est sûr il faut dire c'est un homme qui parle tight c'est un homme qui parle c'est un homme qui parle 到法國去的時候 巴黎 他到處到處去旅行 後來他到處也是一天到晚在旅行 事實上他的整個書法 不只是受到中國傳統書法 米服或是懷素的人的影響 他甚至受到日本的書法的影響 然後對他來講 他到每個地方都去搜尋很多的一些元素 他到哪裡就看到那個地方的 然後帶給他的影響 而且結交新的朋友 那作為一個瘋狂的旅行者 這個對趙無極的人生有多麼重要的信任 Alors, je voudrais dire deux mots sur le voyage parce que Zawwuki était adoré voyager et dès qu'il avait... il se sentait un peu gêné dans son travail dès qu'il manquait d'inspiration il partait en voyage c'était son grand... sa grande habitude alors pour le... puisque madame aime les détails un peu... personnels je dirais que chaque fois qu'il partait en voyage il achetait une valise et une montre systématiquement 所以你们想成为好画家的人每次出去买一个标跟行李箱回来继续 我的下装是非常重要的在文艺术是这样的困境下 第二句에는文艺术的文艺术 is a Inishi上 tark lift ��� temperatures们 我们学习的东西 我们保持一种东西 为后能够解决 一的这些人 是中国人的一首歌 叫《星人的猎人》 是一首歌的一首歌 一首歌的一首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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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也有一個地方很重要的地方 他還要是很高興的地方 我沒有帶我沒有去的工作 因為我有很多工作去餐廳 他要做一步行到森子的森子 這是一步的森子 萊塢要求森子 要去理解釋你 去理解釋的森子 弟子在乡之外 Diolong,所以他最近會去皇山嗎 про Selbst duplicate他了 他最近會去皇山嗎 他會去皇山嗎 對 他一定會去皇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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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好 我 чтобы下一個問題請教一下 我看他在很炙热的红色 然后颜色慢慢慢慢变成一个感觉 他当时自己看到这幅画 他的感觉是什么 这会很难说的这幅画 因为Zao Vukil l'a peint 他完全没有说到这幅画 他给了这个词 所以我非常难处理 我只要知道这幅画 你都知道了 是个红色的红色 是在文化中文化 是在文化中文化 但必须必须必须 他最喜欢哪个三连瓶 我认为要问到那些三连瓶 我认为要问到那些三连瓶 我认为了一个三连瓶 我认为了一个三连瓶 有了一个三连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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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向杜甫致敬》 谁来帮我告诉这位同学 是第几号 因为他可能一直弄错了 美丽麻烦你 他现在讲《向杜甫致敬》 你手上没有画册吗 美丽 不是这个 这个是《向杜甫致敬》 对 对 我回答文倩姐的问题 赵老师画得像《向杜甫致敬》 当时我在赵老师的studio 里面 赵老师刚刚画完这张画 我看到了 赵老师很得意地跟我说 他要把这张画取名字 叫《向杜甫致敬》 那么我就无意间就问了赵老师 为什么老师会把这张画 要把它命名为《向赵夫人致敬》 赵老师就跟我说 他说 因为这个跟Francoise的个性非常像 他非常的热情 而且他非常的直接 就像这张画的红色给我的感觉一样 其实大家可能并不了解赵老师的个人 因为可能在座的现场很多贵宾 没有机会可以跟赵老师相处 赵老师其实是非常非常有他的幽默 有一次我到法国去 赵老师陪我到中餐馆子里去吃饭 我们进了餐厅以后 桌上放了一个小的一个白瓷的花瓶 上面插了一只薔薇 赵老师就哈哈笑说 Victor Victor 你看 这个薔薇好像Francoise的腿啊 我扯了一下赵老师 老师不要不震惊了 赵老师是很好玩的 因为赵老师是美术的天才 赵老师他所有的东西 他在眼睛里看到你 都是漂亮的东西 所以我觉得 这次夫人跟雅大一起策展这个展览 有好多赵老师各个时期 最重要的作品都出来了 比如说包括刚刚夫人所提到的 向墨内致敬的三连评 是赵老师在1990年最重要的一件作品之一 还有包括 夫人刚刚也提到 赵老师2003年所画的 向他的好朋友 Ripel致敬 这件作品在赵老师2005年 最后一次在法国的大展 Judepon的展览 这件作品就在展览场的大门口 那么这次夫人跟雅大一起策展这个展览 有好多非常非常有名的作品 但是可能台湾的观众都还没有机会 正式能够看到 还有包括刚刚夫人特别讲到 向屈原跟向杜甫致敬 当然这次只有向杜甫出来了 向屈原并没有出来展览 那么因为这个展览的空间的关系 我们在座的现场的各位贵宾 必须要了解 当一个艺术家 把一张画取名字叫 向某某大师致敬的时候 他一定对这张作品 他自己是充满的把握 而且他是很谦卑的心情 我觉得我自己画到这样子好了 请某某大师您来帮我 criticize 一下 critic 一下这件东西 是不是够请您来斟酌 这个有到您的程度 不管像Monet致敬也好 像Ripel致敬也好 像很多国际议坛的大师 那夫人一直在强调的就是 因为赵无极老师的一生创作的作品里面 赵无极拳击也快要完成了 大概从赵老师的15岁画的第一张作品留下来 一直到赵老师2008年画的最后一张油画 所有的第一张到最后一张画一共加起来油画 只有1800件左右 所以赵老师里面大概只有10张画是向大师 或者向家人向赵夫人致敬 所以这些东西都是对赵老师的一生来说 是最有感情的一些作品 那么这次非常荣幸 有好多张向不同的大师 或者是向夫人致敬的作品 都被include了在今天的展览 所以等等要请各位现场的贵宾 站在这几张画前面多感受一下 我特别想请教一下马维坚董事长 就说你为什么会喜欢上赵无极 这很特别 就是说我待会会请教他跟贝玉明的关系 但是我先请教 就是说你是非常早 就非常非常喜欢赵无极 我跟各位报告 我其实一开始是喜欢林丰眠 我1991年从美国念完书回到台湾 我就开始收林丰眠的东西 当时很好玩 父亲带我去拍卖场看御展 父亲很热心地抓我 说Victor 我带你去看一个画家 把女人画得像鬼 他就把我带到一张林丰眠的裸女前面 就是这个 这个画得好奇怪 我父亲觉得林丰眠的话丑到爆 可是我就深深地被林丰眠的艺术给吸引着 开始慢慢地收林丰眠先生的作品 一张一张地收 收到一个数量以后 开始觉得好像已经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再收了 所以就请教好朋友刘太奶 太奶就给我建议 她说Victor 你这个林丰眠的东西收到 建树差不多了 我建议你开始下一个呢 就要从林丰眠先生的美学教育 杭州美院的体系开始 最重要的就是赵无极 坦白说 我一开始真的不了解抽象艺术 因为林丰眠都是写实 都是具象 我当时就到陈品跟东煌书局 把这两家书局 我能够在台北找到赵无极先生的画册 全买了 大概也只不过三本 就放在我的书桌上 一开始翻 真的一点感觉都没有 翻了十遍 二十遍 开始慢慢有感觉 哪一张东西我喜欢 哪一张东西我看不懂 翻到一百遍的时候 我开始在上面贴标签 红色的标签是这张画 我觉得是一百分的东西 橘色的标签是八十分的东西 没有标签的就是我还看不懂的东西 1996年我第一次买赵无极老师的作品 这次也出来了 就是刚刚背景的那张红色的作品 其实很幸运 一开始就买到非常好的赵无极老师的作品 那么在1998年 透过这个大未来的贵英小姐的介绍 我第一次到法国去认识赵无极老师跟夫人 赵老师不吝啬的 我请教赵老师 老师你 亚洲很多藏家都喜欢你大红色的东西 你为什么不多画一些红色的作品 来满足亚洲收藏家的爱好 赵老师说我不喜欢画红色 因为红色颜色很难调 当那个颜色偏了一点的时候 就像中国人七大门 他说我不喜欢画红色 我从来不在乎 收藏家 或者是大家喜欢什么 我要画一个我自己觉得满意的东西 那我就跟赵老师说 老师那什么东西对您来说是最具挑战性的 赵无极老师说白色 我最喜欢就是最难的就是白色 因为对我来说在白色里面要做出层次 那个是非常困难的 其实大家看到这个文件姐 刚刚给各位的里面 有一张是贝利明先生的收藏的赵无极 那张就是全白色 所以从赵老师跟贝利明他们一辈子的 这两位华人艺术上跟建筑上的骄傲 他们两个共同的语言就是一个白色 那不管这张画在家里 或者是在办公室里 那个感觉是完全自由的 完全没有压力的 接下来我就想请教Madame Jaure Francois 我想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友谊 就是贝利明先生和Jawuki 这两个人呢 一个从苏州出来 一个从北平 南通 杭州出来 然后两个人各自 一个走上建筑物 一个走上美术 然后他们成为一生的莫逆之交 这两个人把他们所看到的 所学习到的东西 就自己做出了一个 每个人一看就知道 这是贝利明的作品 那赵无极还更 不好意思这样讲 就是更突破 贝利明的作品还比较有可辨识性 赵无极的作品就是你看到到晚年 像这个可以看出是赵无极 可是到晚年它的兰花 竹子 你几乎看不出来是赵无极 而且它刻意自己不要画油画 那这两个人成为好朋友 而且贝利明几乎很多重要的作品 都一定要有赵无极的作品 那贝利明觉得她人生最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回到苏州 盖了苏州博物馆 也那个时候去办了赵无极的 《Black and White》的展览 那去年是贝利明一百岁 那夫人也去参加了她的生日party 谈谈他们两个人的交情 跟彼此的信心相继 那是贝利明准 而在1951 他贝利明准备一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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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阿严陪和他的姓夫 都在归罵鯛努勒的家里 他們在归聖病房 在归聖病房子 在这个刻下 有关的关系 很厉害的沉悲 很高兴 他们都在海下 零草語居料 他们在已经比起很快 他们的家族 他们值得着 证义跟過去 在这个刻下 他们一直有关关系, 他在美国之间,我经常都在美国之间, 我经常都在美国之间,我们住在美国之间, 当 IAMPAY,例如,他做了 Raffle City在 Singapour, 他提供了一座大幅的座场, 他们一起一起做一座场, 他也有用来做的工具, 在廉址上 另外 是在公寓的 的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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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沉址 有些人 有些人 在沉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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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切 所以 是一切 的情緒 很重要 是一切 有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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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已经 她已经 在沉址 Emile Biasini qui était le ministre des grands travaux du président Mitterrand l'a raconté et M. Lang également le ministre de la Culture l'a raconté c'est que quand quand le président Mitterrand a décidé de refaire de transformer le Grand Louvre il a pensé à Pei pour travailler sur ce monument et donc il a été contacté l'Elysée l'a contacté et Pei avait fait un projet des années avant pour la défense je ne sais pas si vous connaissez ce quartier de Paris où il y a des grandes tours et ça avait été l'arche de la défense avait été dessiné le projet avait été soumis à Pei qui avait fait un projet et également par des artistes français et c'est le président Pompidou qui a choisi et il n'a pas choisi le projet de Pei il a choisi celui de M. Ayo c'était quoi son prénom je ne sais plus et donc Pei en avait été très déçu et il avait dit je n'irai plus en France travailler puisqu'on n'aime pas mon travail et donc quand le président Mitterrand lui a demandé de faire de remanier le Grand Louvre il a dit non non je ne veux pas venir travailler en France etc etc et alors à ce moment là il a chargé son ministre Emile Biazini de trouver une solution d'essayer de le convaincre et Emile Biazini qui était ministre des grands travaux connaissait très bien vous qui il a été voir vous qui et lui a dit écoute vous qui il faut que tu m'aides vraiment à destiner Pei pour venir faire le Grand Louvre donc ils ont fait plusieurs voyages à New York et vous qui a beaucoup insisté et finalement M. Pei a accepté donc le projet du Louvre que tout le monde connaît avec la pyramide bien évidemment et le président Mitterrand en a été très reconnaissant mon mari puisque avant la fin de son septennat il lui a donc donné le Grand Officier Grand Croix de la Légion d'honneur voilà donc vous voyez que l'amitié de Pei et de Vuki a été donc trè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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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te très enrichissante et très très jusqu'à la fin voilà pardon oui alors peut-être que tu pourrais parler de Soucho M. Pei a fait un très beau un très très beau musée que vous avez peut-être visité à Soucho qui se trouve à côté de Shanghai et Yann qui connaît mieux le projet de moi va vous en parler deux minutes c'est très important great I think you're the better horse than me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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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you're the best yeah yeah thank you black and white donc le nouveau musée de Soucho a été construit par Iam Pei et c'est la ville de naissance de la mère d'Iam Pei qui était de Soucho et la mère de Zawuki était également de Soucho et le musée que Pei a construit est une de ses plus belles réalisations et quand il a été question d'ouvrir le musée Iam Pei a demandé à son yemi Zawuki de réfléchir à une présentation de ses oeuvres dans l'aile contemporaine du musée et Iam Pei est venu à l'atelier choisir avec vous avec Zawuki une série d'encre de Chine une grande peinture spécialement pour les salles du musée de Soucho et à partir de là des liens assez profonds se sont noués entre Zawuki et le musée de Soucho et c'est à l'heure actuelle un des rares musées chinois qui a acheté directement une encre de Zawuki qu'il présente dans leur collection et nous avons également réussi à amener à Soucho une exposition de gravure de la Bibliothèque nationale de France donc c'est pour vous montrer que les liens d'Iam Pei avec Zawuki sont très profonds sont très féconds et que leurs liens étaient vraiment très très importants l'un pour l'autre alors je voudrais vous répondre rapidement sur une chose dont vous avez parlé tout à l'heure avec laquelle je ne suis pas du tout d'accord vous avez dit que dans l'oeuvre de Pei il y avait beaucoup de réminiscences qu'il y avait beaucoup de présence de la Chine et que vous trouviez que dans l'oeuvre de Zawuki cette présence était moins visible je n'ai pas compris je n'ai pas compris peut-être non je n'ai pas compris alors écoutez moi je suis mal placée pour parler de ça aussi encore pardon je n'aime parler que des choses sur lesquelles je suis compétente parce qu'il y a quelqu'un ici qui va vous répondre à ma place qui connaît parfaitement d'abord qui parle chinois et qui va vous dire deux mots là-dessus parce qu'elle est très très compétente c'est Hank Nivais qui a fait l'exposition de Zawuki à New York à l'Asia Society que vous connaissez sûrement qui se trouve à Madison Avenue et elle parle parfaitement chinois elle va vous répondre à cette question parce qu'elle elle sait très bien merci 謝謝 建设家跟召集他们的受中国的影响怎么样 是不是 因为刚才翻译错了 所以就全部后面都错了 但是没有关系 你就来谈一谈他们两个的友谊就好了 这是友谊 对于这个问题 召集的受到中国的影响 我觉得他本来就是很会受到 就是受到了 他就是从中国的环境长大了 所以就是很自然的 而且他对中国的文化很有兴趣 谢谢 因为刚才我讲太快了 我们翻译中就把它翻错了 我说佩玉明的作品比较容易辨识 赵无极的作品是不断不断地在突破 结果他翻译成说赵无极的作品有很多中国的东西是怎么来的 然后佩玉的作品似乎中国的东西又更多一点 所以他就觉得不是不是如此 所以没有什么人生长 就是这样子反而可以讲清楚一点点 我最后想请教您的问题 Madame Gell就是 赵无极其实历经了她离开家庭很小 1948年 那时候她不到30岁 然后她的家庭从非常的富裕 来不及掏出来 然后历经了文化大革命 她自己在法国虽然很快地成功 可是她也看到那个时候法国的政治的改变 包括历经了1968 所以在那个时代里头 其实很多人或者就加入冷战的辩论 或者是她会很恨自己的家乡 最后尤其她的家人跟她是断绝关系的 就是没有被迫完全隔绝了关系 可是我在她的画里头看不到恨 而且她也去了日本 就是说他们那个年代的人 其实应该很恨日本人 她也没有 日本人其实是最喜欢赵无极的人之一 日本人是最喜欢赵无极的人之一 那赵无极似乎对她来讲 她有一个她自己的一个世界 一个空的 一个白的 一个超越的一个世界 所以我的简单问题就是 为什么这个人他都没有恨 他的绘画里头也看不到恨 他一生就是朋友 到哪里跟人家结交 向谁致敬 为什么 这个问题有很多回答 又最厉害的 低谷 非常久 非常久 《老师》 就是我 School故事 所以 他公開 很早 但是 他仍然跟他家的体系 他仍然很高興 但不是一般消息 他仍然不在考慮 他仍然不在 聯絡 他仍然在 和他其他地方 有關 最重要的在生活中,是与其他人的力 所以,很難解解解 但,如果您的力量 您是一位人家的力量 他人家的力量是在餐廳 他人家的一切 所以,在歷史上的歷史 中间歩文化,中间歩文化 当然是非常重要的 但是他最终的艺术 他也有两个中国人 所以这一切他所顾的 所以这些人和其他人 这不是他的问题 而且还有一些朋友 一家人的朋友 他在这里 他在中国人 他在英国 我说是一家人 未经许可持有个完整 在说 他的政治和友谈 没有隘段 嗯 我最后一个问题请教 马卫健董事长 召集的绘画 其实因为您自己是收藏家 我这个问题 我不好请教�老藤 就是说他的绘画 最好的都是 那个抒情抽象 其实后来的那个动作派的时代 可是他最后很大胆就说我不要油画 然后我就水墨 到了水墨之后他甚至又回到一年的巨像 可是又不那么巨像 然后在那些水彩里头 我们看到有兰花 有竹子 这个到市场上态度是不太一样 所以可洁是一个很不爱钱的人 他也不会向市场妥协 他到晚年的时候 画这些看起来 好像甚至有些很像那个 我刚才讲的很像黄公旺的抽象画 那个时候的他是什么样的一个人 其实我请教过赵老师好几次 我跟赵老师提的问题是 赵老师在亚洲大家都好喜欢你 甲骨文字时期的东西 跟狂草时期的东西 老师你会重新回去 重新画甲骨文吗 重新画狂草时期的东西吗 赵老师一口回绝 他说那个是个过程 我现在心境追求的 不是我三十岁要的甲骨文的感觉 也不是四十岁的时候要的狂草的感觉 我现在希望能够在绘画里面找到我自己心里的瓶颈 所以老师不是在为了市场去画一些市场要什么东西 而是他自己在不同他的年龄层里面 他自己去找他自己想要追求的东西 赵老师很不喜欢大家问他 赵无极先生你的抽象在画什么 赵老师永远都是说 你看他像山水 他就是山水 你看他像是花草 他就是花草 你看他像只猫 他就是猫 像只狗 就是狗 不要问我我的抽象在画什么东西 因为抽象永远是观者 在欣赏作品的欣赏人 你看他像什么 他就是什么 所以晚年的赵老师 这个尤其是在搬到瑞士之后 那么夫人在日内瓦湖旁边 帮赵老师租了一个house 赵老师的最晚年的纸上作品 水彩的系列 很多是在日内瓦湖的房子这边在画的 赵老师当时所追求的是 他看到日内瓦湖的湖光山色 他看到自己院子里花园里种的花花草草 他心里得到无限的平静跟慰藉 所以老师的话里面表现出来的就是这些东西 这是他在那个时间点他要的东西 而不是市场一直要看到赵老师画甲骨文 画狂草 赵老师在不同的时间点 他追求的心里的宁静是不同的东西 非常谢谢 我在刚才收到一张纸 我想说他们在讲精彩地 给我这张纸叫做 请控制时间 五点零零结束 就这样结束了 谢谢 谢谢各位 谢谢 我们谢谢三位今天带来精彩的对话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